覺得盛情 有沒有 滿滿的年味 過來 這真的是開箱文 然後這個有 紅包袋 每一年都不一樣 設計款 還有呢 生人 生人打開來給大家看看 聽眾朋友前幾天 還有人在跟我討論生人 就這男的生人 好好吃喔 我們用北港的大顆的花生 而且你們外面的果粉也不會很厚 不是那種厚厚的 給大家看一眼就好了 因為裡面還有東西 生人有沒有看到 過年一定要的生人 還有呢 而且他現在都用紅布袋包起來 所以每一個看起來都像福袋 這個是 枣枝或春枣 春枣也是過年要吃的 媽媽也是吵著要買的 對不對 小孩子 小孩子篩一個 篩一個寸枣 所以這樣也都是這樣子一個包裝 都是封口封好的 好 寸枣生人 過來 紅包袋 紅包袋 這個烏龍茶 烏龍茶 所以茶也幫你設計好了在裡面 然後有我們的這個糖果盒 糖果盒好像拿不完 而且這個顏色 colorful 糖果盒出現了一個漂亮的紫粉紅 然後有我們的這個鳳梨酥 鳳梨酥 然後有核桃酥 奇怪 鳳梨酥跟核桃酥的包裝好像那個明筆 對不對 就差不多一條 然後裡面有四顆 對 簡單的 好 過來 還有我們的這個剛剛想到的這個金元寶跟那個 我們的那個春福 春福還有金元寶的餅 有一盒餅在這裏面 好 來 還沒有結束喔 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結束喔 還有腰果酥一整包 腰果酥一整包 嗯 棗尼荷桃糕 棗尼荷桃糕 這是必備喔 必備喔 這些都是必備款 嗯 那還有我們董事長特別精選的這個橄欖油 欸 等一下 為什麼在這個漢餅禮盒裡面出現了橄欖油 我們我們其實要健康 對健康 然後去也是做一個分享 嗯 然後讓讓大家知道說其實油脂在製作糕點的過程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欸 等一下 漢餅裡面有用橄欖油嗎 漢餅裡面沒有用橄欖油 對 對 只是我們要就是去去提倡然後去讓大家知道說其實油脂是非常重要的的一個關鍵 剛剛其實有提到就即使做的是傳統漢餅你們家的油脂其實也有進化對不對 對 也有把它改變就是讓漢餅有西餅的感覺其實加了奶油對不對 對 那最後是我們這個每一年我們會自己設計的這個春服的這個窗花 等於是呢大家在吃漢餅的時候不要忘記了也可以貼窗花喔 欸好好這個喔這等於是裡面有新有舊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等於是滿滿的滿滿的一蘭送送給自己最心愛對不對 送給送給自己最心愛的人 好冷 讓我們一起去 Southwest